温明智针对民进党现任金门县党部主委蔡奇雍 认为他有社会行为 以严重抵触该党的反黑金党纲 伤害党域很重 不适合在出任金门县党部的主委一职 所以串联26位地方党代表中的15位完成联署要提出罢免 民主金部长金门县党部的主委蔡奇雍 他有涉嫌汇选的问题 所以我们觉得说他可能已经不适任这个主委这个职位 因为对我们民进党的党义受了很大的伤害 因此我们认为应该这个加以罢免 那我们依据民进党相关的这个党规的规定 这个县党部的主委是由前提党员选出来的 那所以这个照理讲罢免也应该是要由这个前提党员来投票来罢免 可是很奇怪的是我们没有相关具体的规定 我们只是说党员有嫌弃跟罢免的潜力 那至于罢免主委怎么进行 这个要多少人联署 然后多少人来投票 没有这个具体的规定 那我想为什么没有这个具体的规定 是因为民进党从民国75年创立来 他说现在已经将近40年了 还没有说哪一个党部有罢免这个主委 这样的一个例子存在 所以以至于可能因为这样 所以没有相关的一个规定 那所以我们这一次提出这个罢免主委 可能是首例 蔡奇勇补充表示政治是要落实乡亲平时的生活中 他在年少离家到台湾打拼数十年 等待事业小友所成回来家乡服务乡亲 协助乡亲处理大小事 会参与议员完全是落实民进党爱民爱乡爱土的理念 期盼实现扩大民进党勤政的理想 他也表示深知金门该党先进创党的艰辛 但是他也会秉持该党创党宗旨 以不负先进期盼 他也会移民进期盼 也会移民进期盼